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将是我国在加班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填补了国内外劳动制度的多项空白 毫无疑问 加班重大区主要集中在广告 媒体 医疗 公关 销售 金融 IT等行业 其中互联网行业用尽轰荒之力 以平均每周加班9.3小时的战绩 扛起加班大企 要论加班最寒的企业 还属科技公司 他们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自掏腰包 兴建食堂早堂建设房 吃喝玩了一条龙 就差带上殡葬符 一次形成闭环 彻底解决加班后顾之忧 加班如此心酸 总该有加班费留意未见 NO 调查显示 只有不到一半的加班狗 最终能拿到加班费 由于很多加班实属意外 事先很难申请 就算申请上了 复杂的流程也让你望眼欲穿 不过最悲哀的 还是企业压根没有加班制 你只能与无常加班生死相依 三生三世 这种企业 通常只谈理想不谈钱 只要狼性不肥肉 彻彻底底的耍流氓 加班文化迷人成分 身体自然千疮百孔 据调查 我国约70%的加班狗 都存在便秘 头晕 咬酸肺痛的不是症状 就算你加到 图顶早泻必经决心 那都是小事 因为有些人 甚至用生命献祭加班 据了解 我国已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 巨大的工作压力 都致每年出现60万例过劳死 加班 现代人为它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可过度加班并没乱用 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指出 一周工作50小时以上 效率将大幅下滑 超过55小时 效率几乎为零 甚至可能引发意外 就算你天赋一饼 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加班器材 总要留心戈壁老王吧 没有人愿意 自己在前面推陷打钱 老家却被人偷了 这种感觉怎么说来 道哥 你经历过绝望吗 我们都说 工作是辛苦的 加班是进 没有工资是烦恼的 透支生命是显著的 却忘了年少时 被补课支配的恐惧 无论如何 辞职总比刘级强 改PPT 也比做应用题好吧 这样一算 你是不是又有了动力 是不是真的 好想再加500年班 如果公司又将我召唤 热血男儿当加班 为了生生的KPI 谁不加班谁混蛋 唱 standard 同小唱战斗 七日两高 就让纸窗染红 心底照样 来日 nous пр Crypt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